大家好 朋友们大家好啊 早晨8点45分 西班牙时间 给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啊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主席 这是一位女主席啊 叫布小林 在昨天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讲到了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讲的这一句说 突然晕倒了 这个现场出现了混乱啊 后来被工作人员搀扶了 然后现场有人说 大家保持安静啊 不要慌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布小林是布赫的女儿 也是乌兰夫 号称蒙古王的亲孙女啊 他今年多大岁数呢 布小林1958年8月生 那么到现在是62岁05个月啊 差不多62岁半啊 岁数不太大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间晕倒 是因为没吃早饭吗 低血糖了吗 还是说他身体本来就有毛病 是吧 前一段时间 关于内蒙古的这个加强或者叫推广汉语 是吧 这个教学 然后让蒙古语的教学更少 那么在这个爆发了很多的游行啊 抗议啊 是吧 有很多孩子在家长的接应下 就离开学校 然后还有个别人 还有自杀的 是吧 有这个阿拉善那边有一个女干部自杀了 然后还有一个蒙古族的女老师 然后这个跟这个警察呀 有个对话 然后也说的是大义凛然 铿锵有力 是吧 他们主张保护自己的母语 蒙古语 蒙古语号称是世界上唯一站立着的语言 那字是立着的啊 我学过简单的 在中央民族大学 有一个公益的免费的一个叫做蒙古语言文化班 我在那学过啊 平常我在那之前 我自己自学了一些啊 这个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蒙古的历史啊 文化呀 非常感兴趣啊 那么然后这个布小林在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目 这个整个社会对这事议论纷纷啊 然后他后来去了内蒙古东部 好像是到了赤峰还是通辽 做所谓的调研 起安抚的作用 我那会看他就挺瘦的 然后他的神情是哀戚的 然后是不安的 是忧虑的啊 然后忧心忡忡的样子啊 这个这大概就在昨天 他突然晕倒了啊 刚刚62岁 这让我想起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黄菊 黄菊是副总理从上海过来的 就在自己的任期 在任上没结束任期 就因为癌症死掉了 这个在政治局委员这一级 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很少见 除非是刘少奇之类的被迫害 林彪是摔飞机摔死 是吧 大部分他们都善终了吧 因为他们的医疗待遇什么的比较好啊 他们可以干到死 像康生 是吧 像周恩来毛泽东一直干到死 他的职务才自然的随着他人的灭失 这个职务才停止掉 是吧 那么蒙古族这不用说了 内蒙古土摩特左旗人 这个我早就总结出来 很多年前我就总结出来 有一个现象叫土摩特左旗现象 内蒙古自治区啊 据说当年这个在东蒙 在王爷庙吧 现在叫乌兰浩特 乌兰浩特就是红色的城 红色的水井 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内蒙古的 好像叫内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之类的政权 这个政权主张蒙古独立 所谓独立就是跟外蒙古统一成一个国家 然后呢 当时呢乌兰浩 乌兰浩 乌兰红色 乌人 红色的人 共产主义的人 对吧 乌兰浩就奉命去说服这些人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中共和苏共达成了协议 就是内蒙古留在中国 乌兰浩去了 成功的说服了那些人 最后让这批人支持中共的政策 然后这个内蒙古还有提兵师 好像后来发展成三个提兵师吧 都是乌兰浩他们搞起来的 然后这些人也参加了国共内战 也打国民党 这个电影小兵张嘎知道吧 里边演那个嘎子的 那个叫安吉斯 安吉斯就是蒙古族 安吉斯的妈叫乌兰 乌兰红色 汉语叫小红 乌兰就是骑兵师下面一个团的团政委 所以这个蒙古地区介入内地的这个 这个这个内战 这个权力斗争 一直就有这历史 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 就是定都北京这位 他当年打他的侦的时候 静南之役 打建文帝朱允文的时候 就有蒙古的骑兵参与 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清朝打明朝 对吧 这个有满洲八旗 汉军八旗 还有蒙古八旗 主要是克尔钦 哈尔钦 哈尔钦是成吉斯汗的弟弟 他的后裔或者是他的蜀民 蜀民啊 蒙古语叫阿拉巴吐 王爷的蜀民叫阿拉巴吐 如果是喇嘛庙的蜀民叫 西比纳尔 沙比纳尔啊 贵族就叫白骨头 就叫卡干亚森 老百姓平民 就叫黑骨头 哈拉亚森 爷爷叫欧布克 祖先叫欧布克阿达斯 欧布克阿塔斯 就是祖先 欧布克阿达斯 内蒙古刚才说了 吐莫特左旗现象 他们家姓云 这个祖先还有一个大喇嘛 大活佛 姓云的 吐莫特左旗来的 据说 据听说啊 中国共产党 后来和这个乌兰夫 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乌兰夫啊 保证内蒙古留在中国境内 但啊 内蒙古掌权的 也世世代代都是他们家的 所以他叫蒙古王 世袭 1955年还给他受了一个上将衔 我见过乌兰夫的儿子布赫 在全国农业展览馆 农展馆 他和中宣部部长徐光春 一起参加一个 一个博览会吧 一个展销会的开幕式 小个 胖顿顿的啊 乌兰夫 不是乌兰夫 布赫啊 当然后来我听说 也有人说 说布赫 实际上不是乌兰夫的儿子 说是他奶妈的儿子 这个说法我不太信啊 可能性也许不大啊 这个布小林就刚刚晕倒这位 和布大林是双胞胎 是姐儿俩啊 双胞胎姐妹啊 他们俩出生可能差半小时 布大林是一个大夫 是个医生啊 布小林是学法律的 现在当了内蒙古的这个主席了 都是他们姓云的 这个 但是有一个叫云布龙的 后来出了一个车祸被撞死了 啊 据听说是这个开道车 开得太猛了 赶上一个火车道口就蹿过去了 然后呢 他这个第二辆车也蹿 这时候火车来了 光机 是吧 歪打正着 不打琴的 不打懒的 就打这不长眼的 是吧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就给撞死了 啊 那个云布龙 也是他们屠左旗的 是吧 又姓云 是吧 这个五六十年代啊 你去内蒙古自治区区委 或者区政府办公大楼 你随便敲开一个办公室的门 啊 问一个处长 或者一个局长 说贵姓 啊 十有八九吧 或者是三分之二吧 反正很大比例 说 免贵姓云 哈哈 就这个云布龙出车祸死后 这个土摩特左旗现象 这个 这个乌兰夫家族的这个 或者他的家乡子弟啊 亲的热的 远亲近亲的 这个接班的这个梯队啊 这个这个 这个现象就被打断了 当时没有太合适的人选 所以云布龙死后 选了一个叫乌云齐木格 乌云齐木格也是蒙古族 是吧 你像内蒙古一定得是书 书记 五大自治区的书记都是汉人 但是这个五大自治区的 政府主席二把手 都得是当地的这个自治民族 自治民族就反映在 自治区的名字里 内蒙古要蒙古族 宁夏要回族 新疆要维吾尔族 西藏要藏族 广西要壮族 他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政协主席之类的 在新疆可以给一个哈萨克族 内蒙可以给一个达沃尔族 或者厄伦春族厄温克族 他有一个分配比例 西藏有可能给一个门巴族 洛巴族 广西呢 可能给一个布衣族啊 洞族啊 那个那个景坡族啊 瓦族啊 呆族 呆族最有可能 呆族或者乙族可能就比较大 乌云齐木格刚才说了蒙古族 这没错 姻女的 但是这个 他是辽宁北票人 他不是图左旗的了 现在看来又成了图左旗的天下 从他爷爷 是吧 乌兰夫到他爹 布赫到他 下一步不知道是他们的儿子还是谁 是吧 儿子 闺女 可能还要接班 你看这个布小林说他76年就参加工作了 6月 他是58年8月的 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是17岁零10个月 那证明他没有学历 就是说或者说他的学历不完整 不连续 不连贯 是吧 他接受校内教育 他17岁零10个月 只能证明他最多是个高中生 然后他85年6月加入中共 85年27岁才加入中共 不算早啊 是吧 为什么呢 他们家文革的时候也受到所谓的迫害 文革的时候这个内蒙古查内人党 说有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就是当年主张独立那批人 其实他们已经被乌兰夫都说服了 但是说还有这个党就开始打他们 抓人杀人 据说杀了好几万人 杀的基本都是蒙古族人 这个当时内蒙古是谁管事的呢 滕海清啊 之前还是之后 还有个叫犹太宗的 都是一些将军在管事 当时把 当时把这个 当时把乌兰夫全家给软禁在北京了 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 要回了内蒙古 可能乌兰夫的命都没有了 是吧 这个乌兰夫他们家住哪啊 就住我们家那块 和平里 和平里有一个黑帮楼 黑帮楼啊 乌兰夫啊 可能住在那儿 还有个华北局的吧 叫林峰的啊 住在那儿 那个林峰的家 林峰的那个儿子闺女特别好客 所以那会有很多人的爹妈不都被抓了吗 或者被关押 被软禁 被打倒了 很多人的子女 那些当然是红二代的啊 那些高干的 都去林峰家里边 在他们家吃 在他们家睡啊 有邓小平的孩子 这个罗瑞卿的孩子 一大堆孩子在那儿 我比较清楚这事 甚至知道他们比较隐私的一些事 他们家里边都不愿意提的一些事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归和平里派出所管 和平里派出所呢 跟我们家特别熟 因为每次搞这个人口普查 那个我姐姐写字写的好 那个我姐姐练字 那个钢笔 那会拿那字贴 所以让我姐姐去抄 抄那个户口底卡 然后我哥哥会修摩托 派出所的摩托 在我哥哥那给修 所以我们家知道一些底细 这上面说 他祖父是乌兰夫 内蒙古的首任主席 父亲是乌兰夫的长子布赫 布赫乌兰夫在文革初期被打倒 打倒之后周恩来他们就说 你别回内蒙了 就留在北京了 然后这个布赫被关押到伊克昭盟 伊克昭盟 伊克大的伟大的昭 就是庙大庙 就先聊到这吧 朋友们